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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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族人质 让我替他找到神器所在 才能将我儿 报我 报我救 啊 啊 退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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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用 不忍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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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叶 輝 鸟 你不忍 鸟 不忍 鸟 有 隆 你 Surely 哪些不忍 你不能讓我 你 爹 想不忍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好 好 请白子华上仙今日记着 他日你们若言犯下过错 我定要你们胜不如子 多年不见 白子华上仙 我还没来得及攻注您几日长流掌门 您就夜放我一宿阁 不如赏个脸走下来喝一杯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明白上仙的意思 还请您明示 你告诉了花千古 上长流就能找到我 是啊 我一宿阁开门做生意 有问必答 花千古只是希望见他一个朋友 而这个朋友就在长流 我据实回答 不知道这是犯了长流的门规 还是犯了您上心的忌讳 惹得您大老远跑来行尸问罪 你无非是知道花千古的身份 刻意把他引到我的身边罢了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难道上仙您会因为我巨石回答一个问题 就动手杀了我 你执念太深 若放不下过去的话 只会重蹈覆辙 我现在不杀你 并不代表以后不杀你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打什么算盘 但花千古是我长流弟子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走 怎么办 最少让我回蜀山 可是我舍不得大家 好可惜啊 千古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不去练习啊 千古 你不是已经可以操纵木剑 让木剑飞离地面了吗 咱们赶紧去练习一下 说不定很快就可以飞了呢 你是不是还在为 被当成奸细的事难过啊 没事 这事不早就过去了吗 千古 我觉得吧 这三尊啊 在这大山里待的时间太久了 脑子肯定糊涂了 你们俩在干嘛 还不练习御剑去 来 怎么样 我飞得好吧 要想学会御剑啊 首先要体会一次飞的感觉 走 我带你去飞一圈 清水 太危险了 这样我不可以 快点下来 芸芸师兄 花千古一个黄毛丫头 怎么老你大驾 千里迢迢来接她呀 师弟 切莫妄言哪 她现在 是我们蜀山的新掌门 芸芸师兄 没跟我开玩笑吧 花千古 在我们这些长流弟子中 水平算是很差的了 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怎么可能是一派掌门呢 怎么那么差 不是一般的差呀 在我们长流那是差得出名啊 怎么可能 我刚得知 师父临终时将蜀山托付于她 应该飞等闲之辈呀 你们掌门会飞了 来 赖鲤 刺激板 剃骨 走 什么啊 他跳下来啦 是什么啊 你们蜀山差点又换掌门了 拜下圣上 多谢尊上 都起来吧 谢尊上 谢谢尊上 这才知道掌门身在长流 你快起来 快起来 东方跟我说过 明明流书给你的 弟子的确收到了流书 书中说有重要的事 让弟子到长流 找一位叫花千古的弟子 可是书中没有言明和事 派内要急需处理的事情又非常多 所以弟子就把寻找掌门之事 搁置下来 没想到差点闯了大祸 要不是遵上告知 掌门你现在还流落在外 请掌门您责罚 这不怪你 可能是东方觉得事关重大 就没在信中言明 所以弟子连夜赶来 就是特地接掌门回蜀山呐 啊 这 这 这 我在长流很开心的 我只想做一名普通的弟子 那个 你来得正好 那就依清虚道长所托 把掌门之位立刻传给你 不不不不 弟子确实也在重振蜀山 可是 无奈 人微言薄 很多事情都有心无力 现在蜀山形势复杂 留存最多的都是外门弟子 始终没有一个 能像你一样主持大局的人啊 可是我也什么都不会 我不懂得做掌门的 掌门 我知道你现在身份为难 可是 现在蜀山 正处于内讧之中啊 但是你不一样 你是家师亲口所托的 你还对我们蜀山有大恩 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服众啊 如果 要把掌门之位 现在传给弟子的话 恐怕蜀山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 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 你拿着它就是蜀山掌门 好 起来 起来 我成功了 我让它起来了 我成功了 看来你最近预见的功力 增长了不少 遵上 依照遵上之命 连续辟了十多天的柴 现在的凝聚力和控制力 都增强了许多 起来吧 只是 我明天就要和云影回蜀山了 我现在还无法熟练遇见 得和云影共成一剑 怕是到了蜀山 也只能丢脸了 过来吧 我教你预见 最重要的是心法还有口诀 还有人间合影 我教你预见 最重要的是心法还有口诀 还有人间合影 你只能丢蜀山 你要感觉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这样就不会掉下来 下骨柔情结红脸 花海花谢念覆念 情深难续千世远 自尚 这把剑真漂亮 比那些成能要命的木头剑强多了 他叫断念剑 断念 现在安全了 可以放手了吧 你的眼 你的眼 你的泪 轻易转眼回首尖 与情分地桃花山西与君同去了冰死你 不想离别 不想离别 想离别 想离别 明月照尽护花间 凤尘路过一句喜悦 照花一些去难迁 好 我 乖 他 你 从来 蜀山路途遥远 朕已拿着防身吧 真是 多谢尊上抬爱 弟子不敢收 你放心吧 这不是我的随身配件 是我师父临终前赠予我的 回蜀山的路上 你要格外小心 还是收下吧 谢尊上 善春秋和云影 理应外合地灭了蜀山 他们自然不想有一个 新的掌门回去 可能会想办法加害云影 再说 蜀山的关系复杂 你自己要小心应对才是 嗯 我知道的尊上 齐虚道长 临终的时候告诉过我 让我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掌门之位传给云影 这次回蜀山 哪有racan 哪有 哪有 若 尊上 是让我断了回长流的念头吗 前谷 朗哥哥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才回来呀 这个给你 给我 为什么呀 你要去蜀山嘛 那前途未卜路途遥远的 有个东西辟邪防身 很好的 这盔玉 是我从小一直带着的 能够驱魔 很灵感 你拿着吧 那个朗哥哥 你放心吧 这一路上有唐宝 还有云影保护着我 不会有事的 云也好 云也罢 那多一个东西防身 总是好的吧 那再说了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 那什么云 什么影的 毕竟少点麻烦吧 你收下吧 你收下吧 你说得也对 这一路上 我也不能总让云影师兄 一直保护着我 那我就先收下了 回来的时候再还给你 你在想什么呢 我 我 我还不是等你太晚太困了吗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也回去睡了 那你也早点休息 嗯 先走了 千古 路上多加小心啊 放心吧 一定会完毕归梦的 嗯 来 满天 来 满天 哎 满天 你终于回来了 嗯 嗯 嗯 满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好像又生我的气了 叫他也不理我 废话 他当然生气了 哎 现在他知道 你的身份 原来是蜀山掌门 你可比他厉害多了 他现在不一定有多郁闷呢 我 我 我只是临危受命 只是带掌门而已 很快就要还回去的 我不是故意要骗他的 我也不想骗大家 这个我当然知道啊 哎 不过你知道吗 大家议论了整整一个下午 整个长流山都传遍了 啊 这 那 这可怎么办呀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一说出去 我的朋友是蜀山掌门 那响当当的 哎 看来长流 我是更难待下去了 哎 千古 你 嗯 这不是孟大哥的东西吗 对啊 是朗哥哥刚刚送给我的 啊 啊 他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送给你啊 啊 朗哥哥是担心我有危险 拿这个给我用来防身的 不过 我回来之后 还是要还给他的 真的吗 嗯 那好吧 那你这次去蜀山 要多久回来啊 我也不知道 沙千木 你当真愿意为了神器 而放弃你妹妹的心里吗 哥 原来在你心中 神器比我重要 妹妹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留下 我恨你们 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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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对不起你 你能原谅我吗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我什么都可以不想 天下 天下 神器 我统统都可以舍弃 我只要你们醒过来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 目标 旺野天 别回轨碎碎的 出了 来 护法 护法 刚才的情形都看见了 看见了 你怎么看 护法 圣君是因为过去的事 才对夺神器心有芥蒂 可是如果我们集齐了神器 把洪荒之力摆在圣君面前 那么强大的力量 他会舍得不要吗 以圣君的性格他就是不要 护法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合力把洪荒之力灌到圣君的身体里 可是现在我们连十方神器的下落都不知道 云翼回来了吗 哎 护法 小了听说姚割城的一宿阁 无所不知 护法应该去问问 你还算有用 我听说云尹 带着蜀山星掌门回山 你看着办吧 那 属下告退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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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他也是担心我 作为蜀山掌门 还要跟你同城一建回蜀山 恐怕会更加难以服众吧 娘亲 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呢 我有吗 是不是因为弥漫天 你瞒着他掌门的事生气没来送你 还是因为其他弟子 因为知道你是蜀山掌门的事 都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 娘亲你别难过了 我们就要进蜀山了 可能有一段时间回不来了 十一师兄和清水都特别舍不得我 尊上送了我一把剑 明月断念 我想他大概是真的不想让我再回长流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娘亲你就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回长流的 啊 掌门 你还好吧 我没事 就是我的遇见数太差了 耽搁了不少时间 我们赶快飞吧 不然明天肯定赶不回蜀山了 不急不急 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 吃些干粮再赶路 正好我还想给你讲讲蜀山的事 让你多了解一下 好 听你的 好 走 一休君来是不来 这生意做是不做 您请稍等片刻 阁主马上就到 来得了我一休阁 什么规矩 自然清楚了吧 放心吧 我死了以后 秘密自然是你的 契约我都已经签完了 你想要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 全部神器的下落 十个神器 十个方向 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自然是一笔大买卖 要不然我舍得我善春秋的秘密 你有还是没有 用不着浪费时间 除了你的秘密 我还要一样东西 什么 清虚的尸体 我看你是 惦记上清虚的秘密了吧 你能把清虚的尸体 送到我一宿阁来 十方神器的方向 就能在你山春秋树里 来 掌门 这个是这边的特产 挺好吃的 你尝一尝 谢谢 没事 弟子应该的 掌门 不知道 您对蜀山的武功了解多少 这个我知道啊 蜀山共有三十六套剑法 入门剑法是玄花剑法 以灵巧著称 还有青霜剑法 落霞剑法 但是最厉害的就是仙缘剑法 可是这个只有掌门才可以学 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没错 这下弟子可安心了 不过不知道掌门 对蜀山的剑法熟悉几套呢 这个吗 我刚刚说的那些 都是我从蜀山的剑谱里面看到的 剑法嘛 我都还没有学呢 掌门 你贵为一派之尊 若一套蜀山剑法都不会的话 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呢 没关系的 反正我这趟来蜀山 也只是想把清虚道长的一言 跟大家交代清楚而已 掌门 现在蜀山形势混乱 虽说您是奉了清虚师尊 他的遗志暂待掌门一职 可是 若一套剑法都不懂的话 恐怕很难服众啊 要不然这样了 弟子掩饰一套剑法 看看掌门能领悟多少 玄花剑法讲究行飘立足 剑法卑武行若流花 然而力道却重于玄体 出乎他人意料 呼吸要尽量保持均匀 切不可急促 手中剑法才不会乱 云吟 你说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练习的话 肯定会被他们看出破绽吧 容弟子说一句 所谓的破绽 多是源自于心虚 若心中有数的话 在他人眼中的破绽 也不过是突破常规而已 你这话说的 倒还挺 挺忙不讲理的 掌门 跟我一起练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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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Gon 上 solutions 大ihi 来 掌门 过 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杀他 谁要管我的事 大胆狂徒 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 掌门 你们先走 掌门 快走 他们应该没追上来吧 应该还没有 不过我们还是加快速度为好 以免再遭意外 嗯 对了云影 那个黑衣人你认识吗 弟子未曾见过 会是谁呢 既然出手相救 又不以真面目识人 掌门就不用多想了 既是在危难时刻出手相救 必是有缘 日后一定会再见呢 嗯 云影 你刚才受伤了 没事吧 啊 掌门大可放心 这点小伤伤不了弟子的 啊 怎么会是这样呢 弟子也不清楚 但从小到大一向如此 不管如何打斗 弟子都不会有什么重大伤害的 嗯 明明云影兽袭击了 却毫发无损 而那个云影 却在云影受伤的位置 无端地出现伤口 这两个人好奇怪啊 一个时辰不到 您就将青沙派的弟子给击退了 当今世上 恐怕没几个人是您的对手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阁主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去报仇 以您的身手 即便是武仙 也是不相伯仲的 都这么久了 云诗纸 连个影子都见不到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是啊 不就去了趟长流 要那么久吗 啊 上次来蜀山 我是费尽千辛万苦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这次再来蜀山 没想到我是飞过来的 人生啊 真是瞬息万变 可见掌门绝非普通之人 前途无可限量啊 别笑话我了 我这是敢丫子上架啊 掌门 你可千万别怕 一会儿见到几位长老和众弟子 小心应付就是了 一切有我呢 掌门 你看 我们到了 他们在底下迎接你那掌门 天哪 怎么这么多人啊 我 我好紧张啊怎么办啊 哎 终于来了 真不容易啊 明中 快 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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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别 快 掌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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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位同门 现在我已将新掌门 请回了蜀山 继位大典将在三日之后 如期举行 叛徒云翼带领七杀 偷袭我蜀山 我蜀山弟子全部阵亡 请许掌门身边 只剩下花千古 花千古临危受命 我等感激 现在蜀山的弟子重新归山 掌门人之位要重新再选 要让有能力的人 去当此重任 是 没错 花千古有恩于我蜀山 我等自然要感激 但是他身为长流弟子 坚让我蜀山掌门 是有不妥吧 对啊 是啊 还是我们掌门人 怎么还是 对啊 卫衣 没事的 诸位 师父将掌门之位 传给花千古 定有深意 花千古虽为长流弟子 兼任我蜀山掌门 这样有利于借助长流之力 重振我蜀山呢 要重振蜀山掌门之位 这是何等的重要 这关系到蜀山之存亡 尤其要谨慎 没错 蜀山的掌门 首先要懂的就是蜀山派的剑法 刚才他在殿外飞出来的这个 不错 师叔说得对啊 而且不光要会蜀山剑法 还必须是咱们蜀山资历最长的 资历固然重要 但是在本门 仙术和武功第一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你说的是不对啊 好了好了 既然大家认同我 我提议 让花千谷姑娘用蜀山剑法 和我比试一场 如果她赢了 就继任掌门 否则让险 不可 云师指 你这样支持花千谷 到底有何目的 我说话比较直 我看花千谷那么稚嫩 他当掌门 也是傀儡掌门 是啊 是啊 是你 不要说了 是啊 是啊 三天之后 继位大典之时 青阳长老 和我比试就是 如果我输了 即刻让出掌门之位 绝不许言 如果我输了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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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的手 借我的锁 跌入这温柔漩涡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跌 经意都不曾变过 一时千般 地念成果 还质疑一错再错 一声之间 一声之间 一声四声 分碎成沫 爱上你爱上了错 是流泥湿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摸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无事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步一眉香 一步一伤心 一步一切能化作飞恶不活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供你沉默 爱上你爱上了错 是流泥湿了魂魄 可笑命令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逃脱 无事不可说 是我不能说 相拥之承诺 别怪我懦弱 请不容你我 舍我护你而活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供你沉默 欢迎讨论 感谢观看